1997年9月21日 郭刚堂的人生被彻底撕裂了 大好的人生 幸福的家庭 在儿子失踪这件事后 变得支离破碎 从此 郭刚堂的人生 只剩下一件事情 找到儿子 这里是明星观察员 你想要了解的明星故事 娱乐八卦 这里都有 今天视频的主人公 是千里寻子的郭刚堂 那一日天气晴好 山东辽城开发区的一个小村落里 大家正如往日一般 井然有序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殊不知 不知何处而来的人贩子 大约早已踩点 计划好了逃跑路线 将在大马路边上 玩甩了郭刚堂儿子郭震带走了 此时郭震只有两岁半 还不到会呼救自救的年纪 这一年郭刚堂27岁 结婚刚满三年 正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 平日里 她已开拖拉机搞运输为生 每日能赚不少 老婆在家照顾老小 一家子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那时候她敢做敢想 曾经想着要包下辽城河边的一块地 做一个民族特色旅游小景区 但这一切计划和想法 随着郭震的失踪 全都被打乱了 那天她原本心情还不错 开开心心地下班回家 也许路上还吹了段哨子 自娱自乐 可刚到家 却看到村子里上百号人 都围在了自家门口 个个神色焦虑 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想着是不是我小子出意外了 这时一位老人家 过来拉着我的手说 郭震被人贩子拐了 要我不要担心 赶快想办法找孩子 郭刚棠慌了神了 脑子一片空白 直挺挺地对着 在场的乡亲们跪了下去 嘶哑着 哭着给他们磕头求助 当晚村子里就发动了五百人 三人一组到各个路口 汽车站 火车站去找人 只是在那个网络未普及 监控也没有安装的时代 要找一个被带走两岁孩子 谈何容易 后来乡亲们集资五万多元 让他去找孩子 也是那个时候 他撇下了家里的一切 开始了千里其行 寻子的生活 没有方向 没有终点 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消息 郭刚棠骑着摩托车 车后座绑着孩子照片 坐成的棋子 就这么天南地北地找 关于郭震 除了那面棋子 那张照片 他能提供的线索 只有孩子左脚小脚趾和脚面之间有烫伤的疤痕 两只耳朵外侧有明显的尖尖 他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去 见到同龄的孩子 总会多看上几眼 我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 但也是个没办法的办法 那两年 央视春晚的小品节目发展到了巅峰 陈佩思 朱世茂 因为他们的小品火遍大江南北 郭刚棠就想 要是能凑上些钱 请他们帮忙传达一下孩子的信息 也许郭震就找到了 但那也只是想想 一直到18年后的2015年 刘德华拍摄了一部 以他的故事为原型的 名为《诗姑》的电影 他的这个想法 算是借着刘德华的手实现了 有时候太压抑了 他会在山里大声呐喊 偶尔还会唱一下歌 发泄一些心里的苦闷 甚至他一度会问 为什么偏偏是我的儿子丢了 他是不是还活着 对于做父母的来说 孩子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是最残忍的痛 这么漫无目的地找 谁都不知道 他要找多少年 能找多少年 那一路 他遇过抢劫 睡过桥洞 在寺庙里借宿 打听人贩子消息 甚至被追打 怕跟人起冲突 耽误找孩子 所有的挑衅和嘲笑 他一概忍下 唯一的一次打架 是遇上了几个罪汉 当时罪汉打了他一顿 又把印着孩子信息的棋子 从摩托车上扯下来 在照片上踩了几脚 骂骂咧咧地离开 他原本还推着摩托车走 可实在气不过 回头找他们打了一架 那些年 没人能体会他的苦闷 更没人能体谅他的痛苦 只有妻子 每次都只是无言地 看着他回来 又看着他离开 他的包里 永远只有两件换洗衣服 孩子的照片 满满的寻人启事传单 以及一个小小的记录本 记录路上受过的帮助 每到一个地方 他都会去那些热闹的地方 摆出孩子的照片 发发孩子的传单 希望得到孩子的消息 他也撕下其他 失踪孩子的寻人启事 收集起来 这一路 他收集了上万条 失踪孩子的消息 他不仅在找自己的孩子 也在找别人的孩子 他遇到过很多的无奈 也见识过许多人性的善与恶 他见过一对夫妇 历尽千辛找到孩子 怕影响孩子高考 忍了两年 直到孩子高考结束才出现 但孩子却帮着养父母 打亲爹亲妈 他见过一个孩子失踪的大姐 看着他天南地北地找孩子 于是向他求助 兄弟啊 你能不能帮我找孩子 我现在每年能挣一百来万 等我退休了 我再跟你一起找 他也见过一个大姐跟他一样 满世界地找孩子 孩子刚丢的时候 有骗子说知道孩子的下落 想知道就得满足骗子的条件 跟他睡觉 找孩子的这个过程并不温情 相反 这个过程残酷却现实 而温情不过是人们 最愿意相信的一部分 后来的后来 郭刚棠和妻子生了第二个儿子 郭伟 可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自己的脚步 整个家也就靠妻子一个人撑着 白天妻子去做保姆 每个月收入只有一千多 晚上他再去饭店打一份工 这么多年过去 他始终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怎么可能睡得着呢 但儿子没消息 丈夫一个人在路上 电影《事故》播出后 郭刚棠夫妻多了许多上节目 扩散消息找儿子的机会 可有一次工作人员跟郭刚棠妻子沟通 让他说自己不希望郭刚棠 再出去找一类的话 他沉默许久 再也不愿上节目了 让郭刚棠别再出去 等于是让他们放弃寻找 可这么多年 即便丈夫不在身边 他一个人扛着整个家 他都没放弃过 他总在想 一定得找到孩子 怎么能放弃呢 不仅他没有放弃找儿子 他的丈夫也没有放弃找儿子 就连他的小儿子也知道要把哥哥找回来 郭刚棠曾经带着郭伟一起出发去找郭震 那一年郭伟才五岁 当时他带着郭伟住宿 旅馆太贵 五岁的郭伟提议 爸爸 我们找便宜的地方去吧 时光就这么慢慢悠悠地走 就这么一遍遍地凌迟着郭刚棠的心 郭刚棠第一次为郭伟感到心痛的时候 郭伟已经长大了 是个住校的高中生了 那时候儿子在市中点上学 他和妻子到的时候是中午 学生们正在食堂吃午饭 大多午餐都是丰富的荤素搭配着 只有郭伟 拿着干巴巴的两个烧饼 正在往上面挤一包类似辣条的东西 那一瞬间 郭刚棠对自己十多年的寻找 有了怀疑 我做得真的对吗 为了找郭震 他缺席了郭伟的整个童年 耽误了妻子和郭伟的整个生活 丢孩子的是我 不是郭伟 他不该跟我一起受罪 可郭伟也不在意 甚至告诉他 爸 等你走不动了 我替你去找我哥 从青年到中年 从27岁的帅小伙 到周年满目风霜的老农民 郭刚棠经历的太多了 找孩子的那一路 他看过一百多起车祸 见过十多起当场死亡的例子 一次次满怀希望 又一次次绝望 有时候他也想放弃了 放弃自己 有一次他路过大别山 遇上大风大雨 车子被风雨刮倒 卡在了悬崖旁的水泥柱上 那一刻 看着那悬崖 混着雨水 狂风 他泪流满面 心想 要不跳下去算了 一了百了 只是 当他仰望着摩托车 旗杆上被风吹得 扑扑响的儿子的照片 他却又燃起了希望 硬生生地抓着树枝 从悬崖边爬了上来 继续前行 那种日晒雨淋 风吹雨打 被搓磨 殴打的皮肉之痛 让他觉得像赎罪 只有在路上 才对得起儿子 2008年 郭刚棠学会了 从网络上 知道了一个名为 宝贝回家的网站 于是 他每到一个地方 都替这个网站宣传 每到一个地方 都把收集到的 寻人启示信息 放到网络上去 2011年 是郭刚棠觉得自己 拒绝对自己 拒绝儿子郭震 最近的一次 当时有志愿者告诉他 山东蒙音 有个跟郭震年纪相仿 也是被拐去的孩子 当地警方也确认 那个孩子左脚的特征 和郭震相符 然而 DNA比对结果 并不是 第二日 郭刚棠和妻子 见到了那个 像自己儿子的孩子 他想解开孩子的鞋带 看看疤痕 却被那孩子 一下推倒在地 那孩子甚至目录 恨意地看着他 那一刻 他有些清醒 也有些庆幸 清醒地意识到 这不是他的孩子 也庆幸 这个眼带恨意的 不是他的孩子 临走之前 他拉着妻子 给这个孩子的养母跪下 感谢他 没有把孩子养死 正是这些人 养大了很多 来路不明的孩子 让他们有了家 有饭吃 之后 郭刚棠 又出去了一次 骑行了一万六千公里 可仍然是一场空 这是他最后一次 长途骑行 回家之后 他病了大半年 他尝试弥补妻子 和二儿子 缺失的那些时光 尝试和他们 过过闲散的小日子 把对郭震的所有思念 都压在内心深处 关于两岁的郭震 摇摇晃晃地走到 自己跟前求抱抱的记忆 仍然拉扯着他的心 后来 他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开始借助网络寻找孩子 他先是创建了天涯寻亲的网站 成立了天涯寻亲协会 建设了一个涵盖丢失儿童 走失老人和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等群体的寻亲数据库 他激励大家将寻亲消息 随手拍的走失老人 流浪儿上传上去 希望借助这个新的方式 得到更多孩子的消息 他也尝试和全国志愿者 出租车 救助站联动 把人多力量大的效果 发挥到了极致 2015年 刘德华主演的《尸姑》上映 他去了电影院 电影中的刘德华 就像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把他这些年的困难和痛苦 全都一一回顾一遍 他坐在观影厅旁的台阶上 咬着指督无声的哭 为家中老父老母 为家中的妻子儿子 为走失的儿子 也为自己 《尸姑》的上映 如愿地让更多人看到了他 看到了他找儿子的消息 再后来 他尝试直播找孩子 每天见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 讲述一个被拐孩子的信息 但不久后 因为种种原因 直播被封了几次 他也就放弃了这种方式 2017年 郭刚棠又要出发了 也许是真的累了 郭刚棠的妻子 第一次开口 说不想他去 想让他多顾顾家里的孩子 但他还是去了 一次又一次 兴冲冲地出发 一次又一次地落寞而归 从2016年开始 他给疑似他的孩子 都做了编号 和近200个孩子 做了DNA检测 但都不是 他只好把数据 交给了公安部数据库 不是我家孩子 那就是别人家孩子 郭震的失踪 像是一张无形的网 笼罩着郭刚棠 夫妻俩的生活 时紧时松 那些疑似的消息 一遍遍地把他们的希望 打得七零八落 可郭震到底在哪儿呢 终于 黄天不负有心人 7月11日 郭刚棠的孩子找到了 做过DNA检测 已经确定 但还没有电话联系过 具体什么时候认清还没有定 需要各方面照顾孩子感觉 从1997年到如今的2021年 郭刚棠找了整整24年 走遍了全国31个省 骑行了40余万公里 报废了十多辆摩托车 熬过了无数的艰辛 总算是找到了 曾经有记者问郭刚棠 这些年寻找 想起来最多的场景是什么 郭刚棠说 希望和失望交替出现 在每个明天到来之前 他总是跟自己说 也许明天郭震就回来了 如今24年过去 郭震大约是真的要回来了 只是不知道相认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 关于郭刚棠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 想听的明星故事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